你一定要记住啊 现在的螃蟹非常的肥美 你还在家里做清蒸吗 那你就搞错了 做出来又腥又难吃 我来教你一个有口味的吃法 咸香酥脆 我连壳都不想放过 这面黄都是可以吃 不要浪费的 你们要看这个 另外一种做法 你看啊 这个螃蟹 要把这个螃蟹呢 爪子给 给揪掉 它这可能 不要水不要倒掉 这个水很新鲜美 把这边上的塞给拿掉 然后呢 把不能吃的这个爪子给剪掉 因为这些 去里面有肉 但是很少 立牙齿 不是不要的地方都剪掉 嘴巴 嘴巴 这个塞 然后铺息 然后呢 剪掉之后 就是把它 就变成这样子的 就变成这样 一个一个腿 等会我们再看后面怎么操作 等会我们做的之后 做的这个全程都可以吃 连这个全不盖的 全部都可以吃 我们看这个怎么做 然后再加入面粉 再加一点面粉 搅拌一下 里面要加淀粉吗 淀粉加过了 淀粉什么样子 拿来看一下 让他们 生粉 加一下面粉 淀粉 然后这个是 还有这个生粉 生粉 然后搅拌 这里面盐什么都不用放 不用放 这里面因为海鲜的 本来是鲜的 就不用放 多加一点淀粉也好吃 因为它这个一炸也很好吃 加一点 生粉加点好吃 因为生粉它会让它更酥一点 然后这个骨头到时候会炸的酥酥的 就咬的时候很容易咬 然后补盖 全身补盖 连这全部都可以吃掉 咱们看一下上锅炸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锅烧热 切锅烧热之后 加油 这个是菜籽油 芥花油 芥花油是啥油 就芥子的那个 菜籽吧 也是菜籽 不要弄太多 太多了 太少了不行 这个盐锅底 好了可以了 弄太多的话 倒是倒麻烦 咱们把它烧热 搅拌一下 让它蟹黄都在上面 炸熟一点 这样可以摇得动 搅拌 搅拌均匀 然后这面糊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 咱们都是面了 不太好 我们主要是要把这个 可炸酥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热不热 油热不热 当然是这个意思 是煲泡的 油温可以了 炸动一定要铁锅 铁锅它不 让什么铝锅都不行 这个铁锅 像开花一样的 开了花一样的 哦 今天有没有这样炸锅的小螃蟹啊 没有炸锅的可以试试 这种方法炸出来的焦焦酥酥的很好吃 用这个露哨可以吗 等ommr 要翻一下吗 等ommr 先进行的就盏 先进行部 哦 我们家这个 王大厨比我累太多了 说饭比我 比我有经验 海鲜它是生活在海边的 他们老家就在海边 走过去几分钟就到海边了 就住在海边 所以从小这个海鲜对海鲜比较了解 这个方法也是他新发明的 人家这个好吃的都是他发明的 就是王博士发明出来的 王博士有点取材了 你看这个已经泛黄了 把蟹黄都扎出来了 再补盖 大人小孩都可以补盖 吃的扎扎呢 剪掉剪下来的还可以喂小鸡 剪下来的像这个 这一堆的这个碎渣 看剪下这个腿可以喂小鸡 把它敲水用那个砖头敲水还可以给鸡吃 这个小螃蟹 小螃蟹夹要多炸一会儿 炸焦头炸酥 我说天呐哎呦 这这螃蟹怎么从果里跑出来了 哇哦 螃蟹从果里面跑出来了自己啊 自己从锅里面跑出来了这螃蟹 哦 你看看看他能看见哦 能看见 能看见吗 从果里自己跑出来了 我的天呐 你怎么这么点天呢你这小螃蟹 你这伴小螃蟹横着走 你螃蟹果然是横着走 果然是横着走 我对自己跑出来了你瞧瞧吧 看这个 到这里面玩吧 炸了五六分钟了 尝一尝 拿一个尝一尝 看这个炸的外焦冷嫩 太美味了 有点外焦冷嫩 酥酥的 糯糯的 香香的 骨头都能咬碎 看 很轻松的就能咬碎 也不理牙齿 差不多了 看吗 出锅了 要关上吗 不关掉 鲜鲜美美的 鲜美啊 好鲜美啊 炸的 这酥 泄红 很厉害 手指也上 炸的细细焦焦的 你看这满满的泄红 你看 满满的鲜黄鲜 这个很肥的 他这个小朋友 这种螃蟹不限制大小的 因为饭量太多了 美国人吃太多了 那好多老沫去抓 抓很多 你看这个 螃蟹锅里 这个放下 满满的 香香糯糯的 满满的 香香糯糯的 哇 看一下 好漂亮吧 太满满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谢谢大家